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夜晚深夜的桑普論政的節目 今天我們講一個台灣的題目 當然是講全民調是否代表藍白俠已經成功呢? 未來有沒有兩種不同的變化呢? 我這一節會跟大家講一講 這種情況很少香港的政論人 就像我這樣坐在這裡 正經白白地跟大家講台灣的政治 我今天也上了年代向前看 繼續講這一方面的東西 Youtube 也要收看裡面的片段 當然是國語講 有字幕的 我們這一節主要是跟大家用廣東話講一講 關於對於這一次台灣大選的看法 和中國介入選舉的心在哪個地方 這些地方勾起我很多關於香港選舉 中國因素在不斷統戰利友分化 然後搞中間派離間分化的好兩樣東西 所以我就說這些東西我會綜合講 這樣做一個評論 希望大家捧場 講這些題目 點擊率一定差的 因為大家喜歡看一些吸眼球的東西 但我始終認為這個題目 和大家好有關係 無論身處香港 台灣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日本 甚至無其他我沒有講過的國家 台灣選戰結果 難道對大家沒有影響嗎 或者對全球局勢沒有影響嗎 而這件事 今天所發生的事 是相當重要 希望大家好好留意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會盡量把一些不清楚的概念 和大家解釋清楚 令大家容易明白 希望大家繼續留言 分享 訂閱 訂閱 YouTube、Patreon 看完廣告 利用Soul Offensive Function 能夠贊助我今天的本日 希望看完整段片 希望增加我的exposure 幫助我的revenue 好了 我們說回今天做的一件事 就是 國民黨 在今早十點鐘 就是 一月十五號 的十點鐘 在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搞了一個政黨協商會議 這個政黨協商會議 什麼叫侯友宜 侯友宜就是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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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友宜做政總統 柯文哲的民進黨的柯文哲 就是做副總統的侯友宜 柯侯佩 反過來 究竟哪一個才是 哪個政哪個副呢 就是這個 一月十五號 今天十點鐘 談了兩個小時左右 談了問題 最後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 四個人一次排開 有這個國民黨的主席 朱立頓 國民黨的候選人 侯友宜 也有馬英九 在這個地方 三個人笑逐顏開 大家一齊 向前來牽手 拍照 有一個勉強 低著手在旁邊 就叫做 柯文哲 就是民眾黨的主席 也都是候選人 這裏發覺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等於 這樣藍白俠 已經可以說 預視了國民黨勝出呢 我說呢 如果這個民調做下去 我稍後會讀民調的方法 怎麼樣 他講得非常鬆鬱蒙 就是非常不清楚 那搞下去的話 國民黨呢 贏的機會極大 那你看到這個 這個是 就是 民眾黨的網軍小姐姐 陳志賢呢 在外面激動落淚 你就知道 無論安文哲 那種仇眉苦念 甚至無論 這個 我都不想跟著國民黨的 大國民黨 民眾黨比國民黨更差 所以我們呢 就是要這樣做 以前安文哲的名言 就是蚊子 蚊子 蚊子 蚊 蟑螂 就是蟑螂 還有國民黨 三個是他最討厭的東西 他說228 死難者家屬 Whatever 那你不是說 因為你的 又是死難者家屬 變成你自己本人呢 也都是這個 就是堅挺為台灣的 就是正如很多 在香港那裡 被共產黨迫害 那些父輩們 被共產黨迫害國 不代表你本身 都是反共的 就是一樣道理 那所以我說 柯文哲這樣的身份的話 他228難屬 所以他討厭國民黨 就是藍綠都是這麼難 但是綠比藍更難 所以他要藍百合 這樣 他說這個 他自己今天 心情極不好了 他說了很多事情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那他們達成的這個 兩黨的政治協議和共識 是什麼呢 以下6點 逐字讀給大家聽 那希望大家看看 你自己用一個 慢慢分析 到底回顧 可以在我讀的時候 停下來 慢慢思考一下 究竟裡面的福 在哪個位置 一 由馬英九前總統 國民黨和民眾黨 各推薦一位民調統計專家 第一 二 由這三位民調統計專家 是評估11月7日至17號 社會各界公佈的民調結果 及國民黨和民眾黨 各提供一份內參 即內部參考的民調結果 即是說這段時間 他們說 坊間有很多的民意調查 中國時報也有 聯合報也有 什麼什麼的智庫也有 什麼什麼基金會也有 但他們不知道有多少 社會各界公佈的民調結果 及國民黨 民眾黨講一份內參民調結果 二 是這件事 三 雙方同意 如果超過統計不差 他沒有說統計不差多少 如果超過統計不差 由勝者得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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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統計不差範圍內 由侯柯佩得一點 即是說 如果是政府假設2.8% 有些2.9% 有些3% 那你如果在這個不差範圍裏面 就算柯文哲 都是贏過侯友宜2.7% 都是當侯友宜贏 都是侯友宜贏 都是侯友宜贏 OK 即是說 就是讓2.7% 2.8% 2.9% 3% 給侯友宜 OK 四 十一月十八日 禮拜六的上午 由馬英九基金會公佈結果 即今個禮拜六台北時間的上週 即是換言之 由我現在錄影到公佈時間 不超過七十個鐘頭 五 藍白合之後 藍白合後 兩黨共同組成競選委員會 全力複選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及兩黨推薦之立法委員候選人 不分區政黨票 由各黨各自努力 不分區各黨各自努力 但是這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及兩黨推薦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大家互相不可以撞票 互相差贏之後 互相配合做競選委員會 不分區政黨票 就是各黨各自努力 記住 這個Qualification 就是藍白合後 Qualifier OK 第六點就是 在馬前總統見證下 國民黨及民眾黨承諾 為台灣第三波民主改革建立典範 必須成立聯合政府 除國防外交兩岸由總統決定 其餘部會 即是其餘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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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 依各黨派立委直次分配 即是到時候 大家去 在選後組成 這個依黨派立委直次分配的部會 民眾黨主責監督制行 國民黨主責建設發展 這就是兩黨共識的內容 OK 大家知道 在兩黨共識內容裏面 我們會看回 這一份先講共識的問題 第一點 就講到民調統計專家 就是馬英九 國民黨 民眾黨 各有一位民調專家 國民黨和國民黨 一比一已經廢了 等於是打和 最終關鍵的一票 就是馬英九提出來 大家知道 馬英九後面有 洪永泰等等的人 全部這班人 無論你看蕭玉神也好 哪個都 他們這班人 全部和國民黨 這班人是和共產黨過重審問 馬英九 馬英九最近其中一個馬辦公室的執行長 就是蕭玉神 蕭玉神訪問中國 就在今個月的2號到5號去北京訪問 出席釣魚台賓館 舉行的北京論壇 北京論壇裡面 儘管中方沒有列出蕭玉神 在參加名單裡面 但是北京大學的新聞局的附圖中 附有一張很秘密的 中國故意不說他的名字 而蕭玉神身為馬英九辦公室的主任 去之前沒有報告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也沒有報告侯友宜 即侯版和金普聰 金普聰現在是幫侯友宜付選 蕭玉神在馬英九辦公室執行長的名義 去中國做訪問 即馬英九的基金會執行長的名義 訪問中學三天 2號、3號、4號、5號 前有四天 蕭玉神是否認和國台版的官員見面 但沒有否認和其他中國官員見面 這張相片 我想是共產黨漏了個風出來 因為他所有的新聞 都已經把蕭玉神的相片刪光光 但是這張相片 就是北京大學新聞稿的附圖中 有一張中國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 曲迎博 曲迎博 和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 學評的特寫合照 而蕭玉神就坐在兩人的後排 在五號論壇閉幕前 主辦單位邀請近四十人 在背板前拍攝大合照 蕭玉神也站在後排參與合影 蕭玉神就說這個學術交流 絕對無意涉及到這些傳話問題 甚至暗示猴板 即是猴友宜的辦公室 或者是朱立倫 放一些風聲出來 就說 對抗 這個 說他是共產黨的傳話人 但是 說到沒有我們見識共產黨這樣東西 我不會認為我對蕭玉神這番說法 是覺得可信的 可以這樣說 蕭玉神甚至說 攻擊安民節 是這兩個月以來 國民黨最大的戰略錯誤 是中了民進黨的詭計 他說 沒有可能去對民眾黨去宣戰 南白不合大黨 就會 就是毀滅的了 即是南白不合大 好像國民黨那樣的大黨 就含於毀滅 他說 你是不是對侯友宜沒有信心呢 你現在沒有自信 那還需要 這個 和賴清德去打嗎 是不是 他就說 是不是怕和安民節合作呢 即是說出這些戲話 他接受黃淺秋的節目訪問時候 說出這些東西 他否認這件事 但是大家知道 這是中國介入 台灣選舉的一種非常可疑的一種線索 接著你看到 今天 中國國台版 國台版相當於 香港的中聯版 或者港澳版 中國就有國台版去對台灣 國台版的發言人 朱鳳蓮 15號回應說 要和平 要發展 要交流 要合作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兩岸同胞應該攜手起來 順應歷斯大勢 堅持久二共識 反對台獨 推動兩岸關係 重回和平發展軌道 他說這件事才對 換言之 朱鳳蓮還在打雞血 甚至說 現在盛傳的賴清德 民進黨的賴清德 搭配蕭美琴 賴蕭配 這個做法 是兩個人造成一個雙獨組合 獨上加獨 意味著台海形勢 是想每一個台灣同胞都清楚 他說一個台獨工作者 如果他當選 兩岸發生戰爭機率是最低的 這個是一個不能相信的謊 他說台獨工作者 就是戰爭製造者 連講這種說話 自己都不相信 是典型的無賴 他說賣者是無賴 他說 另外對蔡英文表示 守護民主自由的收入務 就是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你這樣說 朱鳳蓮說 民進黨打著自由民主旗號 揮放老百姓的血汗錢 一意孤行 以武力去謀取獨立 不惜將台灣變成武器副炸弱島 將台灣推向兵空戰危 這個不是守護台灣 是賣台、害台、毀台 武器買的越多 比台灣的民眾大來越大 就叫你棄甲役兵準備投降 這種這樣的做法 一直不斷罵 去中國化台 罵一大堆 我說這些說法 都是講一個合奏 已經開始了 換言之 現在共產黨在用Plan A去做 全民調 希望促成藍白合 聯合政府 這個就是共產黨現在出牌了 就是Plan A 這個Plan A 其實很多的事實證據 可以看到它不斷去推 但是Plan A 有些甩漏空間 我講了幾個甩漏空間給大家聽一下 第一 就是民調統計專家 找三個 國民黨一個民眾黨一個 等於這兩個互相扯皮 大家一比一 一定這樣 剩下一個就是馬英九做事 換言之真正做事的 不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是馬英九總統本人 而馬英九找的民意調查專家 基本上就是 什麼人呢 是共產黨like的人 共產國民黨 共產黨滲入到國民黨非常厲害 我不可以說每一個國民黨員都不反共 也不可以說每一個國民黨員都反共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國民黨有一掛 尤其是外省掛 馬英九這一掛 馬英九和共產黨過重甚密 大家都知道 夏立賢 國民黨副主席訪問中國 最近這一個人 也訪問中國 而 這個還有一個重要人物 就是這個 劉少元 也都是 當蕭玉神離開北京 劉少元呢 也都是去到北京訪問 即幾批的人呢 不斷是和共產黨收封 接受指令 這個可能性極高 即是說 馬英九現在他做的所有的民調統計專家 他做最後的一票否決權 他最終是否決權 而這個否決權 就是等於馬英九做了中國國民黨的小國台 中國共產黨的小國台辦 建在台灣這個平台裡面 專門做最後的拍板決定的人 而他 本身 會怎麼決定呢 完全根據共產黨的意思來做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點 就是說 一切民意調查結果的決定權 原解釋權 屬於全國人大什麼什麼會 即是等於屬於中國共產黨的 第二 這個就是邀請 要民調之間去看 看 11月7日 不是做民調 是看11月7日 至到17日 前後18日時間 所有社會各界的民意調查 你只是看這個time frame 你看這個time frame 好了 那是否等於社會各界全部呢 沒有 社會各界 沒有說全部 即是譬如說 有一些 不利於某個候選人的 譬如說 這個 我以14日為例 美麗豆島電子部 在14日的時間 公佈一份民意調查 他取養的時間 就是11月9日 10日和13日的 做了千多人的調查 這個 誤差值是2.8 賴清德 侯友宜 安文哲 郭台銘 四個人 四腳督 四個一起做的話 是33.9 23.7 18.7 6.4 那如果你不四腳督 拋開了郭台銘 就是34.4 是賴清德 侯友宜 就是26.9 安文哲 23.2 換言之 侯友宜 贏過柯文哲 是3.7% 超過了五差範圍 OK 但如果你根據同日 聯合部 一個親中的媒體 所做的民意調查 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 26% 侯友宜 18% 柯文哲 21% 郭台銘 7% 如果四腳督 都是這樣看 換言之 如果四腳督 柯文哲 只是小 少贏 侯友宜 3% 究竟你要找哪個民意調查呢 任你選 3% 是否在五差範圍內 是差多少呢 是差零點幾 這樣 即是 如果五差範圍內 就是侯友宜 只有1點 好了 當這個民意調查結果有一點 Score One score Score One point 第二個民意調查 你Score 一點 大家看看有幾分 問題就是 你總樣本數 你總民調數目有多高呢 沒有說 哪些民意調查呢 沒有說 用什麼的民意調查方法 是對比法 還是互比法 互比法就是 呱喉對決 如果你說是對比法就是 就是說 柯 賴 就是賴清德 或者喉 賴去對決 那這個怎麼去做呢 或者是四腳刀 還是三腳刀 完全不知所謂 就是由專家自行評估 不公佈真正的方法 不講真正的方法 沒有任何的細節給大家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所謂的五差究竟有多大呢 你怎樣取樣本 樣本數有多大呢 你找的機構 是什麼機構呢 是否在碰阿民池那幾間呢 就是求真 求真 求真 是不是 這個是 趨勢 還有這個 細身 那幾間民意調查公司 不斷碰阿民池的 你沒有找他們呢 還是不找他們呢 你覺得要依賴他們才對 還是不依賴他們才對 還是不依賴他們才對 完全在乎 共產黨如何逐這步棋 OK 還有我始終都不信民調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有家權的成分 究竟市話 還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 行動電話 移動電話 即是手機 我們不要說中國機 需要什麼移動電話 手機 究竟是佔多少呢 是不是 取得不夠 要加權呢 那你用 你究竟是說人還是政黨呢 是說政黨票 還是人票呢 你看到調查 說幾個候選人的互比 你說說民進黨 國民黨 民眾黨 和國台銘之間 那個政黨 如果國台銘 不知道是獨立參選人 或者三個政黨之間 那個支持度呢 你說什麼呢 完全不知道 這個基本上是 將人民視為選舉工具 政治分裝 密室協議 權力分配 這個和2010年 走入中聯辦 談判的民主黨 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和當時侯友宜 在這個選舉前 2020年選舉前 走入中聯辦 密室談判 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就說 這件事 完全是一個黑商作業 而這個黑商作業 究竟的結果是怎麼樣 完全影響到究竟 誰配誰 而人 人民 國民 選民 只有一個體字 OK 什麼是只有一點 那你要多少點才成功 你的總分是一百 一千 一萬 還有 有沒有扣分 沒有說 有些點 早已經藏在那裡 就是票箱裡 已經有票了 有些點 就需要由馬英九給的 你超過五 統計五差 只有一點 你這份 低於五差 百分之內的 就是侯安配得一點 那究竟是不是 這個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其他點 會給某一組的候選人呢 那這個沒有說到 沒有說到 沒有說到 而你看到 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要說 這個 藍白合後 組成競選委員會 也是成立聯合政府 那如果藍白不合的話 就沒有了剛剛說的所有 跟著聯合政府 國防外交兩岸由總統決定 其他就自己分贓 那各位 國防外交兩岸 請問可以跟其他那些 國防外交兩岸是總統決定 那其他就分贓 就是更加好笑 這個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譬如你說 我們的 健保 我們的教育 台灣的健保 我們的教育 是不是可以跟 外交 兩岸 港澳事務 完全切割開來的呢 這裡的就業政策 那是怎樣呢 譬如很簡單 移民政策那是怎樣呢 無論香港人來移民 外國人來移民都好 那你是兩岸事務 還是一個 內政部移民處的問題呢 你怎麼去解分不同的事情 還有實際上的操作 都是說 有很多聯合的審查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變成了非常混亂 這種寫法 極度類似 共產黨的不默 無論在 對於西藏的十七條 還是對於香港的這個 基本法呢 都是類似的不足 所以我們說整份政治協商的事情 全都是 鬆鬱蒙 而且很多共產黨的不默 的紅塵職在裡面 好了 結果會有兩個 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柯喉 就是這兩個 一個就是什麼呢 最多是柯文哲復縣 就是肯去純復 接受補喉棄柯 柯喉柯佩去搭檔參選 20日就設置日期了 今個月20日 即五日後 大家要報名 你不報名 就不能參選政府總統了 那一天 就成為了喉柯佩去參選 你說柯喉佩有沒有可能呢 即是說 最後贏的柯文哲 基本上不可能 你由今天柯文哲的態度 他的重要幕僚 陳志涵的態度 你就知道 都哭了 你就知道不行了 還有 剛剛我講的 五差範圍內歸侯友誼所有 我看到好幾份民意調查 都是在講 侯友誼佔優的 我看到好幾份 無論是 不要說那幾份小豬的 什麼細身、趨勢 或者那些求真 我看到美利島民意調查 甚至無段下報 《中國時報》 基本上都某種程度上 在講 現在是侯友誼佔優一點 或者是國民黨 這個政黨佔優一點 綜合一比較 基本上 就算怎樣叮噹馬頭到 只要是符合那個 在五差範圍內歸侯友誼 贏的這一點 侯友誼是贏的 OK 侯友誼贏了 就滿心歡喜了 就想著覺得 可以跟柯文哲 可以一起搭配 OK 這個就叫做 補侯喜柯的大戲 就會出現 18日 星期六就會公佈 星期一 就是截止登記日期 大家各日 都要報名去參選 好 你在這個情況下 侯友誼佩會不會承認呢 依據柯文哲現在的態度 似乎有這個可能 我不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性 我等一下會說這個可能性比較低 我只是說這個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就是 柯文哲願意 苦手金為魚子牛 經過全民調之後 肯去服從 那為什麼服從呢 柯文哲大把痛腳 藍金黃油 尤其是他那些吊雞那些 還沒說 分分鐘是被共產黨掌握了 那他就說 很不開心 今天極度不開心 我討厭 國民黨有如張狼與球蚊子一樣 但是呢 民進黨更加脆脆 巴道巴牙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跟藍營合作 這個是很難的抉擇 但是那個文哲 我和你說一句 你在今天之前 昨天你和你的幕僚 我看到很多鏡傳媒做的一些報道 都說得很清楚 幕僚說定跟你 你答應過那把幕僚是什麼 不能退 全面全民調 不可以造成一些這樣的結果 全民調 而不可以說 哇 找一些專家去參考 各社會各界的東西 而由那個民調專家來作出判斷 那最終於是被馬英九判斷了 那你說中國是不是會 放棄柯文哲呢 在這個折骨眼上面呢 我想呢 侯友誼被框定機會極大 我懷疑 今天在那個 這個 他們密室協議裡面呢 馬英九曉知以大義 就知道呢 中國 或者暗示 或者明示 中國呢 已經決定了侯友誼 會成為了候選人 你侯友誼讓路了 不可以再阻擋了 或者說說一些說話 使得這個意思能夠表達出來 那跟著呢 柯文哲就會 哎 非常垂頭喪氣 為什麼自己搞這麼多事情 做這麼多事情 討好中國 最後都不能夠勝利呢 連徐春鷹都答應你做不分區立委 這個中國配偶 甚至說了一些武統台灣 沒有所謂的事情 你都可以繼續 這個 繼續下去呢 即是你繼續不要我呢 所以很失望 陳志涵都哭了 永共得到一個被拋棄的結果 往拋相思往痴短 即是他有這樣的感覺 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柯文哲 按耐不住 查查個數 我就看不平 我以美麗島民意調查來看 我再說一次 三腳督的情況 我先拋棄國務台銘 賴清德34.4 侯友宜26.9 柯文哲23.2 但聯合報 賴清德26 侯友宜18 柯文哲21 郭台銘7 我都贏著他 尤其是郭台銘和我的票員是重疊的 他的7% 大半 他一退 因為棄補我 我紛紛到25 我不需要靠你侯友宜 都可以打贏賴清德 有機會 而且我看回 就算美麗島民意電子部 調查認為 柯文哲輸給侯友宜300%左右 但 在20至29歲的族群裏面 柯文哲是落37.8%支持 侯友宜是22.9% 賴清德25.4% 在30至39歲裏面 柯文哲是42.2% 侯友宜是18.1% 賴清德27.1% 柯文哲是大勝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非常有這樣的情況 好了 如果最後一個結果是 國民黨贏 那這一班國民黨 常常都說 黃金平常說 一定要侯安保 要堅持 不想妥協的 李德維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 李德維 甚至國民黨團的總召集人 曾名忠都是說 不可能 由馬英九出面說這麼多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如果要搞柯侯佩的話 就是柯文哲佔優 執行上會有重大困難 甚至國民黨的立委說 如果真是變得柯侯佩 就是被柯文哲贏了的話 20%的國民黨鐵粉會賭柯 不投票 反應強烈 不出門投票 結果非常大 甚至前立委的陳學勝說 侯佑而是忍辱負重 國民黨總不能再大方到 連自己的政黨實力都讓掉吧 即基本上 各個國民黨人 各個都是堅持這件事 如果你共產黨 就要馬英九吹雞 即是國台辦吹雞 共產黨吹雞 習近平吹雞 的話 柯文哲贏 很多人會塌 而15個院士 國民黨執政的話 各有很多個院士已經分裂了 即甚至竹竹苗雲林 新竹市新竹苑苗栗苑和雲林 比較是傾向柯文哲的 即是國民黨的一些執政院士 反而他們這些人是傾向 接受這個全民調結果 但其他那些 包括蔣萬安台北市 盧秀院紅派的這個台中 甚至在彰化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花蓮 附軍旗 按兵不動 看你們怎麼看 而一個重要的 南部的藍營大佬 黃金平 舉足輕重 亦都說得很清楚 反對搞這麼多事情 希望堅持侯阿賠 就是到底 沒得其他彎轉 萬一是阿賠一定反台 即是一定反台 不用說 和先過和番朵 一定反台 國民黨應該反台機會不高 因為這個民意調查 國民黨贏的機會很高 變成白營會變成輸 而輸 那些阿民哲的粉絲 台灣叫Kurven 就是阿粉 怎麼辦呢 個個變成狗菜 給誰割呢 給宋濤割 給習近平割 給阿民哲自己割 給賴清德割 給國民黨國呢 我想這件事是相當值得去探究的 我想這件事他們會很傷心 甚至現在 整個會有一個重大的Earthquake 即是他們這班人 面對 你現在侯阿賠 阿民哲去了入海裡 他看不起你阿民哲 有些排在不分區名單上的人 已經在想著 你這樣說法 我不如退出來 我都覺得 沒有面子 我以後還有面子掛下去的 甚至無呢 入面很多的敏仰 民眾黨入面 大地震退黨得遲 這個情況會很嚴重 因為你 阿民哲在 今日開會之前 即十四日當晚 和幕僚殉世丹丹 答應說不能退 要全民調 一步不能讓 五差範圍不能讓 甚麼都不讓 但你入袋 甚麼都讓了 你不是全民調 你的記點制 而這個記點就是 參考民調結果 不做全民調 不做民意調查 只是參加 參考現有的 社會各界民意調查結果 國民黨出一個民調專家 民眾黨出一個 馬英九出一個 最後是馬英九那個 說事 最後你想一想 這種方案 是共產黨首肯 而安民哲要同意的 而每一黨都不可以 有所謂的 藍白不能合 的一種政治責任 於是 就搞到今晚局面 這是第一種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是甚麼呢 我今天上這個年代 哭前看 其實我都在想著 第二種可能性 而不約而同 有很多個旁邊的政論人 即是 無論是你看到 這個 吳正義 周偉航 甚至是 尚藝夫等等人 他們都不約而同 在說一點 說甚麼呢 柯文哲會翻台 即是換言之 好了 真是侯友而贏 即是你要決定侯阿佩 公佈的時間是18號 18號還剩下48個小時 驚天48小時 就是這個地方展開 柯文哲說 不公 不公有個理由 我也說明明 這個所謂的共識的 書面的文字 甚麼所謂的 得一點 甚麼又 聖者得一點 甚麼叫聖者 你沒有說清楚 是個人還是政黨 沒有說清楚 所以這些東西 全部有位給他走 而這件事 最終是政治責任 你不答應沒有詐騙問題 詐騙是財產犯罪 這個是政治問題 所以這個沒有法律責任問題 只有政治責任問題 好了 你一看民意調查 你覺得你有機會贏 你分分鐘的情況就是 我們都可以再談 但是柯文哲自己拉個國 柯X配 陳怡官都覺得 這樣的可能性有存在 即不是叫做 喉柯配 喉柯配 你要這樣放下去 你自己的問題 你放不放下去 自己說 早知我自己跳出來 就是專門做柯X配 柯X配有X可以包括甚麼呢 很多其他人 韓國瑜也有得 郭台銘 這個閃閃下的 亦都得 新月潑另一個人都得 總之我獨立參選 覺得這個衝高白軍的支持 因為白軍覺得民意可用 而他覺得 國民黨已經養了 起碼三席的立委 給了民眾黨 已經養了 好了 我就算你們縮手不養 和我細成水火 柯文哲也有機會贏 因為他覺得 他協助大量的民意支持 一 他會投訴這個機制不公 或者裏面的民調專家決策有問題 即公然和共產黨撕破臉 二 他就會和民眾黨的黨工合流 希望找回他所有支持者的靈魂回來 希望一起作戰 今天看看民眾黨那些阿粉 對於阿文治是否痛心疾首 還是希望阿文治獨立參選 那這種氣驗是否高 決定阿文治是否向前走的一步 他有勇氣去得罪共產黨 而得罪共產黨 最終會換來什麼呢 共產黨看你有實力的時候 又會棄回侯友而支持你 這個轉入到第二階段的選戰 就是說如果你的實力很強 共產黨都買你怕的 所以他看準了一點 就是共產黨不會那麼容易放棄我的 除非共產黨對他要脅非常到位 即爆他了 說他那些一幕幕他玩女人啊 藏上戲啊 全部播了出來 即是用到他這個最盡的一面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阿文哲如果真的夠膽的 去繼續衝 這個是有個可能性 而且阿文哲反推可民性 據我所研判是挺高的 因為他的支持者很多很多 是要他做總統的 接受不到侯友宜做總統 如果你說國民黨有20%的鐵粉 接受不到阿文哲的話 阿文哲的鐵粉裡面 有差不多50%接受不到侯友宜做正 阿文哲做副 這樣的話也會散 整個貨源歸邊又散 耗散一次 很多人甚至不投票都未定 這件事阿文哲會怎樣玩呢 可能會繼續玩下去 即是說 藍白俠要合 但你這樣最卑鄙無知是你 我都想要藍白俠 最衰一 這幾句很好用 背起來 一日最衰都是你馬英九 一日最衰都是你國民黨 不管你說什麼 我參選 這些是流氓的造句方式來的 不管你說什麼 我參選 一日最衰都是你 這些說法一玩下去 不得了 我只是想多說 這一集講太長了 我一會兒一集講一講 關於 我從歷史的角度 怎樣看共產黨這一波 奇局的佈局 我會講到幾樣重要的東西 包括聯俄用功 和重慶會談 這些東西到今天都適用 我們下一集再講